大家好,我是Van 今天我们来说明一下如何使用RINO里面的沿着曲面流动的指令 来制作类似像这种脚踏车轮胎的纹理的特征 以前我在做脚踏车Render的时候 也是渲染图的时候 我自己也会把这个特征都做上去 这样可以增加Render的拟增的感觉 也可以增加一些真实性 至于这种轮胎的纹理应该要怎么制作呢 就让我们到RINO里面试试吧 那在开始制作之前 这一次我会把这整个档案 包括这个脚踏车的轮框组 然后还有轮胎的曲面 然后还有轮胎纹路的参考图 跟我绘制的2D线段 我都会存成是一个RINO的档案 然后把它放在影片的下方 提供连结给大家下载练习使用 那首先我们先到这个轮胎的曲面上先看一下 那在这个地方你发现这边会有一个阶段 左边会有阶段 那因为我的轮胎纹式 这次我只会运用到这一张曲面上面 那这两边就是 轮胎纹式不会下来的地方 这样子 所以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先把它隐藏起来 那我们先到这边先把轮框组先隐藏 再把这两条面 也隐藏起来 那接着我就使用抽取结构线 在这边 这个指令左键点选 然后再到这个轮胎的曲面上 左键点选一下 那当它出现这条结构线的时候 假设你的方向跟我不一样 那你就必须在这个方向的地方 左键点一下 去改变成是另外一个 比方说现在是U 那你把它改成是V 那这样你去调整你的方向就可以 那这一次我们要使用的是这个方向 U方向 所以呢我就是 到这个滑鼠 靠到这个终点的地方 它会出现一个 焦点 左键再点选一下 然后再按右键 离开 这样子 那另外一条线段我会使用到的是在 这个 这个曲面的 断面线 在这个地方 那我会先用这个 复制边缘在这里 左键指令 点选它之后 再对这个 接缝线这边点一下 再按右键就可以把它复制出来 我们就可以复制得到这两条线段 那这一个是我们的目标曲面 我们要利用这两条线段 那制作一个基准的 平面 来让我们达到这个沿着曲面流动指令的 效果 这样子 那首先我会先把这个圆周这条线 先用分析底下的长度 我们先看一下它长度是多少 那它的长度是1614.779 那在图层里面的这个线段平面这里你把它打开 这边就有我已经 绘制好的线段 这条长的就是代表这个圆周长 那45路之后就是1614.78 那另外一条线呢 这条我们看一下有多长 它是84.823嘛 那它就是在这个地方 84.823 那在这个地方 等一下我们就会用这个 截面线跟这个圆周长 绘制成一个 展开的平面 然后让这个展开平面当作是 沿着曲面流动的基准面 来跟这个目标面 来做 联动 首先我先到 曲面底下的 Sweep One Rail 也就是单轨扫略 点选它之后呢 先选路径 再选截面 然后按右键 那直接按OK就可以 那这个平面就是我们的基础面 那它的长跟宽就是从这一个 等于是说把这个目标面 这个轮胎把它 展平的意思 这样子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先把线段的平面 先把它隐藏起来 这样比较不会搞错 那接着再把我们的轮胎 轮理的2D线段 打开 那这个就是我一开始先预先画给大家做 练习使用的线段 这样子 假设你对这个线段不满意的话 我在这边有另外放一个参考图 那这个图面上面有更多的纹饰 那只不过你要另外再绘制成2D来使用 或者是你要自己另外设计 或者是说从Google上面再去找 范例下来做2D描绘 都可以 那我们先把这个关掉 把这2D打开 那我先把这个基础面呢 先把它长出一个厚度出来 先到实体 挤出曲面 长出一个厚度出来 然后这个原本的曲面呢 原本这个基础面 我们先把它隐藏 然后再把这个纹理呢 一样也是长出一个厚度出来 从正式图好了 从实体底下的挤出曲线 那长出大概 5左右 5mm 那再按Enter 那把这个 2D的线段先关起来 然后呢把这些纹理 全选起来 按Ctrl-G 群组 等下才不会漏选 这样子 那我们先把它 打开预览图看一下 那假设 你要设计的纹理是往上涂的话 你应该就是要做成像这个样子 它在基础面的上面是往上涂 不过我今天是要做往下凹的特征 所以等一下我会先做一个布林的插几 让这个特征往下凹进去这样子 那这时候呢我先到正式图 我先选 这一个纹理 然后呢 到这边 直接移动 Food 2.5 Enter 那再到 透视图 选取这个基础面的 磁体 然后做 插击 再选这个纹理 按右键 那插击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那这个就是我 我要的这种往下凹的特征 的轮胎特征 这样子 那我就选取这个东西 先做一次 置中好了 然后我先把它做 炸开 那我用按住 Ctrl 然后把这些下面的线 圈弦 取消 这样子 那留下上面这个面呢 我按 Join 组合起来 那先把它锁起来 那剩下的这下面的面都把它圈弦 然后Delete 删除 那到这个地方 接着我们就可以使用沿着曲面流动这个指令 那这个指令在Transform 变动底下的 这里 或者是你在上方工具栏这边 Transform底下的这边 都可以找到这个指令 那在使用这个指令之前呢 我们先把 画面先整理一下 我们这边有些刚刚绘制的线段 那这个圆周长跟这个断面线我可以先把它 选起来之后先把它删除 因为我在 图层这边也有整理 圆周跟断面 如果需要的时候大家可以把它打开 就可以使用这样 那在使用沿着曲面流动的指令之前呢 我们必须要先知道 要先有哪些元素 那这个是我们要被流动的物件 那这个是我们的目标面 那我们刚刚绘制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基础面 那也可以叫基准面都可以 我们要把它叫出来 在这个地方 那其他东西我们把它隐藏起来 这样子 那我再重新新增一个图层 叫做 就叫基础面好了 那我把它颜色呢 设为红色 这样我们等一下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这一张面到物件属性底下 把它改为是基础面 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到 Transform底下 去选择这一个 沿着曲面流动指令 先选取指令之后呢 他会问我说你的 你要流动的物件是哪一个 那我们要流动物件就是 底下这一个 我们已经制作好纹理的这一个 选他之后呢 按右键 那这时候他叫我选 Base Surface 就是基础面 那我基础面呢我不能乱点 我必须点在 跟我等一下要点的目标面 相同的位置 他这样才能够辨别说 你过去的位置跟方向 所以呢 我会点在 像这个是中心线 这边有一个中心线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好认 所以说我会点在这个中心线的 右边这里 边边这边 左键点一下 点完之后呢 Rino就会问我说 那你的目标曲面在哪边呢 那我就一样 点在这个地方 中心线 右边边边这个地方 左键点一下 那很快 他的这个特征就会 流动过去 那我们把这个原本的 我们把这个shading看一下 那这个地方 他被我们的目标面盖住 我把目标面隐藏起来 那这样我们的 沿着曲面流动就很成功的 把我们的纹理特征流动过去 那我们这时候我们再检查一下 我们把这个先锁定 我们把刚刚的两个侧边的面 叫出来 其他东西先隐藏 然后我们可以先检查一下 看起来是还蛮完整 那我们就先Ctrl Z回去 还没有流动之前 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知道 刚刚有小方格破面的地方 对应过来 在我们的基础的纹理 的地方是在这里 我们先把这个基础面 这边先把印藏 然后我们先用shading先看一下 他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必须 先把这些小方格都 补面补起来 那在补之前呢 因为这个是2D的图腾 所以说我们在制作之前 我知道说我这个2D的图腾 就是这两个 它的距离是不一样的 所以是以两个为一组 那这个方向总共有20组 这样子 所以我会先用放样 然后把这里先补起来 按右键 然后圈选这两个 那我这边会直接做正列 然后左键点选 那这个方向就是 大概是20组 一组两个 那我打20 然后Enter 然后Y跟Z都是直接按右键确定 然后再把滑鼠看到正面来 左键点选一下你的参考点 点选完之后呢 那你只要移动你的滑鼠 然后靠到下一个参考点 然后 吸附到这个参考点之后 左键再点选一下 它就会全部把你 均列的 排好 就是用这样的距离 把它排好 那它还是呈现 粉红色的状态 你再按一次右键就确定 就全部都已经复制 做好了 所以当你在修改这个 图腾纹理的时候呢 就是你要 了解一下你这个 自己绘制的 纹理的 几何尺寸的关系 这样你在做复制或正列的时候 就会比较快速 我一样这边再做一次 先做放样 把这两个 把这两个补起来 然后把这两个面选起来之后呢 再使用正列 左键点选指令 然后20个右键 其他都是1 然后呢 找到一个参考点 左键点选 移动滑鼠 移到下一个参考点 然后 吸附到之后 左键再点选一次 右键再确定 这样就全部都 复制出来 我们回到限价构 那这时候我会先把它 全部全选 然后 join一次 组合起来 那你可以试试看 选取 看有没有一些 小碎面 如果没有的话 这样就表示说 我们已经把这个 小方格的破面 都已经补起来了 这样子 接着我们把基础面 把它打开 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使用我们的沿着曲面流动的指令 那在 Transform底下 在这边 左键点选指令之后呢 先选取要被流动的物件 就是我们的轮胎纹理 这一块 按右键确定 然后在选取这个基础面 的位置 一样在中间 靠右边这边 左键再点选一下 然后接着在选取目标面的位置 一样在中间 在这个地方 左键点选 那很快的就流动过去了 那我们先把基础面 隐藏起来 再把这个 轮胎的纹理也隐藏起来 我们先看一下 然后把这个 目标面也先隐藏起来 然后我把那两个 边边的面把它叫出来 那我们先看一下shading 那刚刚有出现 小方格破灭的地方就被我们 补起来了 那它就可以 变成是一个很完整的 轮胎的纹理表面 那我们把它全选起来 然后做一次join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个边边就已经都被我们封起来 完全没有破面 这样子 那沿着曲面流动可能会有几种状况 那我先把这个状况跟检查方式跟大家说一下 那我们先回到还没有做曲面流动的状况之前 我们先把这两个面 先把这个面删除 然后把其他东西叫出来 这是目标面 这是我们的纹理 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基础面叫出来 那我先把我们的纹理先隐藏 我先做一次 把这个基础面先回复到 预设状态 还没有上涂层颜色之前 那第一种状况呢 我们先用预览模式先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是正面的 这边也是正面 这是里面 这也是里面 所以它对应的位置是一样的 假设 你的 位置是这样子 它现在方向正面是这边吗 我把它反转 按右键 假设你的背面是这样 正面在这边 是不是跟它的方向就不一致 对不对 所以说你流动过去之后 它的 特征也会是反方向的 所以第一点呢 就是要注意这个 曲面正反面的位置 方向要一致 这样子 目标跟基础要一致 那我回到 这个状态 那假设你的 RINO呢 预览模式没有这样子的 设置的话 你可以参考我另外一个影片 就是在 显示模式设置里面有说到 怎么去设置这个颜色 好那我们再回到 线架构 然后呢 我把我们刚刚的东西 我们把这个东西呢 基础面再把它回复到 它的图层 把设置在基础面底下 这样我们等一下比较清楚 那我再把这两个先 锁定起来 然后把这个纹理叫出来 其他的东西都隐藏 那第2个状况呢 就是说像类似这样子 我现在把 这个纹理呢 跟我们的目标面呢 它等于是重合放在一起 这样因为我要确保 它过去之后可以跟目标面也 重合的贴合在一起 这样子 那假设你这个纹理 你做了一些移动 不管是你是往上还是往下 那Ryno它就会认定说 那你的目标面 过去 在这边的话 它就会依据你基础面的状态 去反映出这个纹理的位置 比方说我们直接做 曲面流动嘛 那我们先选物件 流动物件 右键 再选择这个基础面 左键点选 再选择目标面 同一个位置 那它就会 跑在这个 我们的目标面之外 然后被放大了 有没有 它就会被延展开来 这样 那假设你是在 另外一边就一样 做一次 流动物件 基础面 目标面 所以它都会变成变形 然后它会反映出 你这个物件 跟基础面的这个距离 所以呢 我们要确保 这个位置 是不是我们 在设计上所需要的 那像在这个范例上 我需要的位置就是 重合 我要完美的贴合在 基础要完美的贴合在 目标面上 那第三个状况 有可能是这样子 比方说你因为建构面的方式不同 比方我一开始是用Sweep 这样子 Sweep过去 这样扫略过去 那有可能你从另外一边扫略过来 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或者是说你去移动到了这一个 这一整张面 比如说变成是这样 我把它转180度 然后呢 这时候我做了 曲面的流动 先选这个流动物件 按右键确定 再选基础面 目标面 流动过去之后呢 你会发现 只是因为单独这样子方向的不同 它在这个纹理的特征 它也会整个做相反 所以这个并不是我需要的结果 那在这个状况的时候呢 你能做的就是 把这个东西呢 再把它转 某个角度再去试试看 比如说左右边整个水平的方向 这样子去置换过来 这样子 那这时候呢 如果说方向一致的 我们基本上 在做曲面流动 就会变得正常 我们再做一次 流动物件然后右键确定 基础面 然后目标面 那这样流动过来就会变得是 很正常的状态 这样子 那我们就把其他物件呢 先隐藏起来 这个也隐藏 目标面也把它隐藏 选取然后先把它 锁起来 把这两个小面叫出来 那其他东西全选隐藏 然后选起来 就组合 让它变成是一个完整的 物件 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把轮框组也叫出来 那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 状态呢 替这个 轮胎表面上一点颜色 那我们先把这个轮框组先隐藏好了 那我先选这个轮胎表面 到物件属性底下 那这边有一个材质 我们使用新的材质 在这个第一个 那这个大家都可以自己去调整 那颜色的话呢 我把它选择是黑色 但是不要全黑 让它有点深灰色 OK之后反射光不用这么强 让它像像角的样子 看看这样的状态 那差不多 这个样子差不多 我可以让它再霧面一点 这样 然后呢 再让它不要这么黑 这样的状态 然后再给它一点点的 凹凸表面 让它有点杂点 speckle 然后我们看一下预览 它表面就有这些 凹凸的表面嘛 这样就跟一般的轮胎就比较相似 这样 那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说 你看现在我们的轮胎 它都是锐脚嘛 因为我们在一开始的特征上 平面的特征上 我们没有倒R脚 那大家也可以去做倒R脚 再做曲面 流动 可是这样可能会 让档案变得蛮大的 那依据大家需求去做决定就可以 那这时候呢 我可以到我们的 彩线圆角这边 点一下 那我可以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 圆角的地方 我可以设置 大概点5左右 Enter 那这时候呢 你再按Shading 你就可以看到在 预览状态 它就有倒R脚的状态 出现 这样子 不过这个在执行的时候 会让电脑稍微跑一下 因为它这个曲面数 蛮多的嘛 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可以把轮框组 再叫出来 我们看一下整体 放到实际的产品上 就会很像 就会很逆针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呢 轮胎 纹理特征 使用流动到曲面 这个指令的做法 那如果大家有其他的想法 或是其他的建议 或是更好做法 那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 谢谢大家